一年一度的巴沙迪娜玫瑰花车大游行将在元旦当天举行 每年估计在游行沿线会有上百万人观看这场全美与全世界最知名的大游行 巴沙迪娜市警局和消防局今天提醒民众 在观看游行时务必遵守相关规定 相关单位也动员上千警力维持秩序 更有特勤编队监控并应付各种突发事件 为了确保玫瑰花车大游行的顺利进行 巴沙迪娜市警局已经联合了洛县成县的多个执法部门 届时将派出上千警力在游行沿线驻守 连特警与警犬也都会参与到游行的安保行动中来 此外警方还特别呼吁民众 一旦在游行现场发现异常情况 应及时与警员或工作人员联系 按照以往的经验 有不少民众从明天起就会来到游行地点 占据有利位置并在那里彻夜守候 以便更好的观看玫瑰花车大游行 对此警方表示 他们将在路面上画出蓝线 来标明民众的观看范围 马沙迪纳市警局和消防局还提醒民众 在夜晚如果需要深火取暖 请务必注意防火安全 而醉酒闹市 燃放焰火 以及对空鸣枪等行为 则是被严格禁止的 此外民众还应格外注意 并遵守游行期间的停车规定 这是落城市八台记者宋小云 陈陈的采访报道